王炸新剧黑色月光最先一击震撼来袭 福尔代刚侵犯了两个女孩 父亲就走进房间 拿起桌上的酒瓶浇在儿子脸上 打给莫总来处理一下 两位伤痕累累的女孩本以为就此逃出神殿 却没想到真正的悲剧才刚刚开始 莫总 我们不是去警局吗 为什么走这条路啊 莫警官把两位少女带到披静之处 戴上洁白的手套露出恶魔的微笑 满月和妹妹就这样被活生生推下山崖 然而让莫警官没想到的是 他们竟然在月光的指引下奇迹般活了下来 父母在得知真相后没有犹豫直接报警 可当警方走进房门的瞬间 一股前所未有的恐惧向满月袭来 还没等于家二老反应过来 莫警官就以搜查毒品为由展开调查 一家三口被吓得待在原地瑟瑟发抖 而另一旁的莫警官则从口袋里掏出早已准备好的药丸 这什么 这包东西不是我的 报纸都刊登了 你们姐妹俩课完要接课 看到有钱客户就愿望她强奸 满月就这样被栽赃陷害进入大牢 而莫正强的微笑则成了她毕生的阴影 十八年后再次相遇 满月心里的恐惧也随之浮现 然而现在的她已经不再是懵懂的少女 复仇的心已经压过了一切 为了让自己保持冷静满月开始也跑 可没想到第一天就遇到抢劫 别睡了 男人还想继续坠感却被满月揽下 此时她才注意到自己手上已经挂了菜 满月带着男人来到附近便利店 买了些消毒用品替她处理伤口 却没想到陈锋竟然也在这里 就在三人对现在的治安情况吐槽时 受伤的男子却突然发出邀约 我想邀请你出席我的毕业礼 因为是摩恩当年鼓励我 我才敢交那张报名表格 你对我的人生决定有很大影响 所以我真心希望你可以出席 这么好看的视频 没有零食怎么行 这是我在抖音商城刚入的 白草味 椰蓉味夏威夷果人 香脆大颗粒坚果零食 解馋又解压 官方正品 新品临时领券不到9.9 双十一钱抢先尝尝 好吃再入正装 点商城否划进试用领取 或者直接点击评论区就能买 原来满月和男人早就相识 而他也即将从锦校毕业 最让人感到意外的是 他的名字是莫家朗 正是当年企图杀害满月姐妹的莫正强儿子 满月接近莫家朗自然是另有所图 他很清楚付出最大的快感 不是杀人而是朱星 可他没想到莫家朗会成长得如此正直 满月本不想把他牵扯在内 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却必得他不得不动用这颗隐藏的棋子 在警局与满月意外相遇之后 莫正强就把自己的调查结果 回报给了邝永元 虽然两人都认为满月并不构成威胁 但心思缩密的邝永元 还是更换了公关公司 如此一来满月便失去了 接近蒋家的机会 而他也意识到邝永元已经注意到自己 接下来的计划必须加快进行 另一边蒋继郡在结婚之后 依然色心不改 日日夜夜沉浸在夜店之中 就连老爷子安排好的独家访问都差点迟到 本以为蒋先生知道此事后会大发雷霆 没想到他却不仅对此之字未提 反倒是给了他一个期盼已久的机会 最近我们公司和王卓有很多合作 旧区重建那个项目会重新启动 我希望交给你负责 尽管蒋继郡恶习不改 但他毕竟是蒋先生唯一的骨肉 如此安排也是理所当然 蒋少得以重任自然心花怒放 而为他更开心的则是刚入门的少太太慧云 自从两人结婚后 惠云便开始着手调理身体 期待着早日怀上蒋家三代 如今时机渐渐成熟 惠云也开始下一步行动 然而就在他自信满满准备接受蒋少的恩慈时 却被一把锁住了喉咙 你别在我面前演戏 你很恶心 蒋少的话深深刺痛了惠云 他实在想不明白 自小编处处替他着想 竟然换来的是这样的回馈 惠云的满腹云却给另一个男人带来机会 他就是从小便暗恋惠云 蒋家总管邝永元的儿子 在他的开导下 灰云开始放飞自我 而此时另一边的满月 也把手放在了莫家朗这颗棋子身上